二十多年前 大和作为凯多的女儿 出生在了鬼之岛 之后他和自己的父亲 相处得非常融洽 婚女亚继续这样 慢慢发展下去的话 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而几年后 当大和八岁的时候 他听说了武士光月玉田 挑战自己父亲的事情 为了能够看一下 和之国的武士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 大和在人群当中 亲眼目睹了玉田的土主之心 之后看到所有和之国民众们 全都被他感动得泪有满面 且他们都对这个名叫 光月玉田的武士 崇拜的五体投地后 大和本人也莫名其妙哭了起来 他感慨说 虽然玉田和自己 没有任何的关系 且这个名叫玉田的武士 也没有给予自己任何恩惠 但自己和其他和之国少女一样 都对这个家伙喜爱得不得了 想到自己最喜欢的武士 被自己的父亲杀死后 大和立马觉得 自己的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为了开始自己的追星之旅 大和立马换上和光月玉田 一模一样的衣服 并且开始模仿光月玉田 改变自己的行为 之后当自己的父亲 缠着厚厚的绷带来到自己面前后 大和立马表示出 自己最崇拜的人 其实是光月玉田 之所以说出这句话 也是因为他明白 自己的偶像光月玉田 是被自己的父亲给害死的 作为玉田粉丝的 自己必须得替玉田报仇 现如今实力弱小的自己 只能选择武士亲生父亲的伤势 并用崇拜敌人的方式 慢慢气死父亲 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大和最终被自己的父亲 囚禁在了鬼岛的洞穴当中 之后饿了十多天后 自己的父亲忽然送过来了一大碗吃的 看到武士们都把食物让给自己后 大和立马明白 武士们才是自己最为重要的恩人 自己的父亲只是单纯的 想要杀死自己罢了 之后继续在牢房当中饿了十多天后 大和的面前忽然冒出来了一颗恶魔果实 之后肚子饿了的大和 没有犹豫立马吃了下去 这时候自己的父亲刚好出现 并且还对自己说 那颗恶魔果实 是他费心千辛万苦才得到 在此情况后大和再次明白 这颗恶魔果实之所以 也会忽然冒出来跑到自己面前 全都是因为玉天欧巴 想让自己守护和吃国库 而才保佑自己吃到的 尤其都和自己的父亲凯多 没有一定点关系 之后被自己的父亲凯多 从牢房当中放出来后 大和发现父亲的部下 都对自己表现得十分尊敬 见此情况后大和再次明白 父亲的部下之所以对自己这么好 没有可能是想趁着自己 不注意知识偷袭 自己结束自己的小命 自己的父亲自始至终 只是单纯的想要杀死自己罢了 为了能够消灭掉自己的父亲 从而完成玉天欧巴的开国梦想 大和立马拿着狼牙棒 和自己的父亲打了起来 之后被自己的父亲打败后 大和无意间学会了武装色霸气 见此情况后大和立马明白 这些都是玉天欧巴 给予自己的力量 之后尝试再次挑战 自己的父亲凯多后 大和又莫名其妙 学会了剑文色霸气 见此情况后大和再次明白 自己之所以可以在战斗中 学会各种一样强大的力量 全都是因为玉天欧巴 给予了自己强大的信念支持 这些都跟自己的父亲凯多 没有一定点关系 他只是单纯的想要杀死自己罢了 之后就这样来来回回 挑战自己的父亲凯多 长达16年时间后 大和不仅精通了三色霸气 而且还学会了自己老爸 最为招牌的绝招雷鸣八卦 看到自己的实力获得明显提升后 大和只能在心中默默 感谢玉天欧巴给予自己的支持 又过了一段时间 一位名叫艾斯的海贼 忽然跑到父亲的地盘胡作非为 这时候由于父亲远征的关系 孤儿岛上并没有任何干部 看到艾斯的目的是解救受苦受累的孩子 从而能够让他们和自己的父母团聚后 大和立马打断了艾斯的奇怪行为 想起玉天日记当中 自己的偶像玉天也对普通民众不管不顾后 大和很是疑惑 他自始至终都认为玉天的做法是完完全全正确 不然自己模仿玉天二十多年 不管受苦受累的普通民众实属正常 不正常的人应该是艾斯才对 最后想到玉天欧巴年轻时 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挑战强敌后 大和立马打断了艾斯想要救下小孩的奇怪行为 并表示说现在正好闲得没事做 不如我们打一下如何 之后和艾斯慢慢打出了一点感情后 大和和艾斯聊起来了光月玉天以及陆飞的事情 他告知给艾斯说自己的梦想就是要像玉天一样出海冒险 并且在完成这个梦想之前 自己必须得把和之国开国 对于大和来说 开国其实就是把和之国的大门完全打开 打开之后的利语比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是从玉天日记当中得知了开国的事情 他认为玉天欧巴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自己只要无条件相信玉天欧巴日记里的内容就可以了 之后等到艾斯离开和之国并且自己的父亲再次回来后 大和一如既往开始不断挑战自己的父亲 最终他的欧魔果实能力也在战斗中不见没开发完善 想起自己从八岁开始反抗挑战自己的父亲 到现如今自己二十八岁时 自己仍然没有被自己的父亲杀死后 大和立马明白 自己的父亲之所以一直嗤嗤杀不死自己 选择是因为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当中 玉天欧巴一直在天堂当中不断庇护着自己 从而保全出了自己的小命 又过了一段时间 听说陆飞闯入轨道并谋划着 如何杀死自己的父亲凯德后 大和立马翻越起来了玉天日记 并准备模仿偶像的行为 看到光月玉天当年也是跟随海贼出海冒险后 大和立马加入到陆飞阵营 开始帮助其打败自己的父亲 当两人都谈问几人见仁爱的光月玉天之时 大和发现陆飞也对玉天崇拜的五体投地 藉此情况后大和立马介绍了一下自己 并表示说陆飞肯定是不会拒绝 身为光月玉天的自己上团的 之后与陆飞分开后 大和在战场上见到了陶之柱 想起玉天日记上说陶之柱 能够为何之国带来灵命后 大和立马认为偶像光月玉天所说的话 是完全正确的 想到自己现如今自称是光月玉天后 大和立马保护起来了自己的儿子陶之柱 之后百兽海贼团被六包成员拭目 出现在自己面前后 大和再次翻阅起来了玉天日记上的内容 想起光月玉天可以为了保护他的家臣自愿 进入游多牺牲后 大和立马表示说为了想认自己 也可像玉天一样牺牲自我 之后听说陆飞已经被自己的父亲凯多击败后 大和立马跑上屋顶表示说 自己要和自己的父亲断绝父子关系 妇女亚在屋顶战斗之时 大和再次想起来了光月玉天日记上的内容 之后在战斗过程中 大和说了好几句漂亮话 比如崇拜没有什么罪 我就是喜欢光月玉天 你凭什么剥夺我的自由 凭什么剥夺这个国家人民的自由等等 想到前几年凯多远真离开鬼岛后 凯多让人民以及小孩受苦知识 自己还帮忙看过场子后 大和这彻底的猛逼了 因为玉天日记中明确记载说 玉天三国家门而不入 看到偶像对和之国的民众 不管不顾自己这才模仿的 但是之后这些漂亮话 也是玉天日记当中的内容 不然自己这才模仿偶像 对着凯多说了出来 仔细琢磨一番后 大和忽然想起来了日记上最后的内容 日记记载说 和之国民众们必须受苦受累二十多年 一起等待那个命中注定之人 前来拯救他们 把日记上的这些内容 全部关联起来后 大和终于明白 自己的偶像光玉玉天 所说的一切都是没有错的 自己只要向光玉玉天 还谈口号说上几句漂亮话就可以了 平民的死活 根本不用自己去管 到时候一切的一切 都交给二十年后的 那个命中注定之人即可 之后和凯多大战几回 和后鲁飞吃了一顿饭后 终于再次复活 当鲁飞再次跑上屋顶 明确记载说能打败凯多的人 出现在二十年后的世界 不而大和立马明白 玉天日记当中的那个人 指的就是鲁飞 之后他立马退场 观察起来了凯多和鲁飞的战斗 因为他明白 玉天欧巴妥协进入游锅池 为等待外人能够击败凯多 不而自己也要模仿 玉天欧巴把击败凯多的任务 交给外人 之后看到尼卡路飞 有了优势后立马嘲讽自己的父亲 并且还当着自己的面 说什么真的是太好玩了 大和没有一定点反应 因为他明白 凯多是光月玉天的敌人 故而身为光月玉天的自己 对于凯多是不需要任何同情的 之后你看陆飞和凯多的战斗落下 为幕后 双方都从鬼岛光空中掉了下来 见此情况后 大和立马接住陆飞并开心地笑了起来 想到自己已经为自己的偶像 光月玉天报仇后 大和立马明白 自己这下终于可以自由追星了 自己之所以从八岁开始到二十八岁 只是一只想要杀死自己的父亲 全都是因为自己的父亲 不让自己自由追星所导致的 大和在其前后和藏茂海贼团成员开开心心 办了一场宴会 想到身为光月玉天的自己是男人后 大和立马跑到了南澡堂 和大家一起炮起来了早 之后和之国忽然冒出来了一个海军大将绿牛后 作为光月玉天的大和 立马对着绿牛当头来了一棒 当绿牛问起自己究竟是何取人也之时 大和本来想说自己是光月玉天 但是想到自爆玉天 很有可能给自己的偶像带来不好的影响后 大和立马改口说自己是凯多儿子 这样做的目的 其实也是为了让绿牛 把当头一棒的罪责全部都怪在凯多身上 当立牛被红发下退后 大和赶忙跑去寻找陆飞 希望对方能够邀请自己上船 之后陆飞同意后 大和忽然之间又反悔了 因为他忽然想起来了玉天日记上的内容 玉天日记记载说光月玉天的旅程 是从周游和之国开始的 不然自己也要按照光月玉天的前进方向 再次模仿一遍 之后听说桃之柱想要超越光月玉天之时 大和立马插话表示说 桃子你这是想要超越我吗 此时此刻他已经完全明白 若是自己自称光月玉天会给玉天招飞的话 那么自己就会自称凯多儿子 把脏水泼在自己父亲身上 若自称光月玉天有利于大伙 歌颂自己偶像的话 那么自己就会自称光月玉天 为其带来好处 灵活转变身份方面 自己比起受气稍大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之后望着不断远居的陆飞离开和之国后 大和忽然想起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玉天日记中记载说 玉天拿他好朋友骨头主观东主的事情 想到艾斯刚好是自己的朋友 其他已经彻底凉凉后 大和立马明白 自己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找到艾斯的坟墓 将其赶紧挖出来 并用他的骨头主上一顿美味的关东主 这样自己就可确定 接下来的模仿行为该如何效果 那就是加入草帽团 后立马跳槽到黑胡子海贼团当中 好了 本期的胡扯真传系列就是这些 求求你给阿金我来个赞吧 谢谢你陌生人